首先格外说明一下 我们全力的游戏互动视频的序章 已经全部制作完毕 现在大家可以打出序章的真正结局了 如果您感兴趣还请再次尝试 既然这款互动游戏是基于电视剧制作的 本期节目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电视剧 一起回顾一下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 重大事件以及精彩片段 先说在UP主信中 最不可能被观众们遗忘的五个剧情 第五名是三条龙的出生 这一幕是第一季最后一集的最后一个镜头 可谓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几年中这几条龙也是大有作为 上演了不少精彩的故事 只可惜他们在最后的命运 却不怎么尽如人意 说起来其实挺感慨的 一晃八年过去了 我们每年看着这些龙成长 结果最终死了两条 上前的那条似乎还难逃 布兰的魔掌 第四名是奈德之死 这个也是全游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首次让观众了解到了这部剧 没有什么主角光环 最被观众看好的角色 真的是说死就死 不过奈德的死也导致了我们 接下来要说的 第三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少郎主的诞生 那一刻 罗伯似乎继承了父亲男主角的地位 让观众们相信他会为父报仇 反派胜利一次也就算了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吧 然而第二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再次打破了这种惯性思维 血色婚礼 这个其实不用多说 相信即使不是一级一级看下来的观众 也都十分清楚这个著名的事件 好不容易又出现了一位 让观众们牵绊的男主 而且在战场上连战连胜 我们正等着他为父报仇呢 怎么一眨眼又死了 那么哪个事件能比血色婚礼 更让人印象深刻呢 当然这就又要搬出我们的 千古明君乔夫李 乔夫李的死是那种不光让人忘不了 还让人偶尔想去 再重看几遍的精彩事件 然而平心而论 因为此后发生的事情太多 观众们对乔夫李的恨 其实在不断地减少 乔夫李的恶是纯粹的 他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反派 一个单纯的坏人 相比之下 能与乔夫李齐名的拉姆斯 却是有目的地在坏 害死表弟和父亲 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乔夫李却从来没想过 谋求利益的事 在他看来 争什么争 我就是罗王 还有意义吗 没有我去睡觉了啊 再就是 大麻雀也是十分让观众生气的角色 这主要是因为 他给观众一种伪君子的感觉 只能说托曼太过懦弱 如果乔夫李没死 相信大麻雀一定活不过三秒钟 接下来是五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 第五名是培提尔的那句 混乱是阶梯 短短的几句话 就体现了这个角色的野心 正像培提尔所说的那样 他以一把匕首挑起武王之战 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 即使天下大乱 也在所不惜 第四名是猎狗与魔山的对决 阿部主个人觉得从动作设计来说 这一战没有红毒蛇与魔山的对决好看 但毕竟是兄弟两人的最终一战 这让决战前的铺垫更多 战斗时的画面也更加宏大 再加上在战斗之前 猎狗向二压道别时说道 自己为仇恨活了一辈子 希望二压不要再像自己一样活在仇恨之中 这不免让喜欢猎狗的观众们大为感慨 这个一脸恶像的配角 却最有信念 也最有想要守护的人 最不想成为骑士的他 却比任何一个人更将是骑士 第三名是詹姆独自一人冲向丹尼利斯 水边冲锋的这一幕 相信让大部分观众都看得热血沸腾 詹姆性格中最为闪亮的一面 也在这幅一人一马一把枪一只手的画面中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名是艾利亚将佛雷家族灭门的这一幕 暗杀行动中 她还不忘救下无辜的老佛雷妻子 一句对于佛雷家族而言 领动已知 更是让所有看着她从小长起来的观众 认识到这位姑娘如今已是何等的强大 第一名阿博主个人想给《四生子之战》中的琼文雪诺 琼文确实从这场战役的一开始 就展现出了男主角应有的风采 无论是被剑语袭击还是被尸体活埋 她一直应有分战在第一线 并在最后欣然接受拉姆斯单挑的要求 还两下就将对方打倒在地 可能正是这一战琼文的表现太过出彩 相比之下才让观众对《夜王一战》中的她 产生了几分失望吧 好了我们对电视剧的回顾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